大家好,我是小悠,今天继续带来韩国人性漫画《迷信》的下集 上一集中我们讲到了,冬九在考试院学习了八年都没有考上九级公务员 最后在算命老爷爷的帮助下,在他老海里植入了一种类似思想刚硬的东西 在六个月后的考试中,如果考不上公务员,那么自己就会死 植入这种信念后,冬九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不再打游戏,也不再混日子,开始疯狂的看书学习 毕竟考不上,那么自己就会死 在巨大的精神压迫下,冬九最后以一个高分数考上了九级公务员 然而九级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刚好只够他一个月的生活开销 于是冬九心里不平衡了 自己可是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甚至都拼上了性命才考上了公务员 但最终的收获和自己的付出为什么不成正比呢 于是冬九再次来到了老爷爷的算命摊 因为他想继续改写自己的命运 冬九进来后,老爷爷有些诧异 你小子怎么又来了,难道你没有考上公务员吗 这不可能呀 冬九一本正经的回答 不是的,托您的福,我已经考上了 真的很感谢您 不过我想再挑战一次,用一年的时间考上五级公务员 老爷爷瞥了冬九一眼,并问道 你小子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就将你的想法写下来 我就可以给你植入思想刚硬了 和上次的操作一样 一年后,冬九必须要通过五级公务员的考试 不然就得死 当天晚上,冬九就提交了辞呈 并重新搬回了考试院 隔天一早,冬九从睡梦中醒来后 他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要考试了 这一次可是五级公务员啊 难度是九级公务员好几倍 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餐了 冬九直接来到书店准备学习资料 然而在翻开五级公务员考试题目的时候 冬九顿时感到脑袋一片空白 什么情况,这些题目完全都看不懂 这还怎么学啊 因为行政考试的第一轮就像是检测IQ一样 脑袋要有足够聪明才能看得明白题目 也就是说要有天生的智力和遗传基因 所以这一轮考试就是为了删选掉那些IQ不够的普通人类 现在一面高墙挡在了冬九面前 一面光靠努力也无法越过的高墙 冬九花了几天的时间阅读题目后 就更加明白了五级公务员考试是不可能合格的 大概一个月后冬九基本上就接受了一年后自己会死的事实 然而又过了两个月 冬九突然就想明白了 与其这样安静的等死 不如翻开书本死记硬背吧 并且阅读新的知识点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因为一个出神和恍惚 这篇内容就会看不懂 那么就要重新再看一次 这样的话就要浪费好多时间 毕竟现在一分一秒都很珍贵 于是从现在开始 冬九除了每天睡觉的三个小时 其他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 然后一日三餐都吃及时饭菜 及时饭菜不仅方便保存 也不用烹饪 更重要的是好消化 凉三分钟就吃完了 很快又过去了三个月 冬九的作息时间再次调整 现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剩下的都用来看书 冬九记得之前在某篇文章看过 一天要睡满七个小时才能够好好地维持备考生活 但写这篇文章的家伙一定没有自己那么迫切吧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每天还睡七个小时的话 就等同放弃考试了 有一天冬九还用马表记录自己一整天看书的时间 差不多是18小时21分钟 但冬九还是认为不够 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读书上面 与此同时冬九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 从之前的75公斤收到了现在的50公斤 由于冬九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开始站在天台上面看书了 因为天台上可以晒晒太阳 有的时候冬九的精神也会面临崩溃 冬九很想哭 但他忍住了 因为哭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后 冬九感觉自己的人生真的发生了蜕变 他面对了心中无数个自我 看到了许多自己不曾了解的样貌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冬九只能默默忍受着 然而在冬九身上真的发生了奇迹 5级公务员的第一轮考试 冬九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 考试过程中 冬九的大佬既冷静又清晰 平时那些题目好像又小又快的棒球 让冬九难以招架 而今天他们变成了又大速度又慢的篮球 让冬九一击击重 第一轮考试结束后 冬九的眼泪抑制不住的掉了下来 这是喜悦的眼泪 似乎自己真的可以活下来了 隔天冬九就开始复习第二轮考试的内容了 因为第二轮考试是四个月后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冬九一刻都不能松懈 第二轮是叙述型的考试 冬九很快就掌握了诀窍 就像往底部破洞的水缸倒水一般 只要在水流出来之前 更快的将水缸填满就行了 读书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忘记之前 更快的装进脑袋里就可以了 不断的理解又理解 不断的背诵又背诵 而且要背的更快才行 就算休息一下下 水缸里的水也会照样流出来 所以不管是今天或者明天 冬九都不断的将水缸里的水填满 再填满 转眼间明天就是第二轮考试了 只要通过了这一轮 五级公务员就彻底拿下了 但第二轮考试是个体力活 因为一共要考三天 第一天考试结束后 冬九就累得没有力气了 回到考试院 他虚脱的倒在椅子上 久久都没有缓过神奈 虽然身体的疲劳早已超过了极限 但冬九还不能休息 也不能倒下 目标就在眼前 怎么能将这一切化为泡影呢 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二轮考试的最后一天 此时的冬九已经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这一年来 冬九不断的在突破身体的极限 现在就剩最后一哆嗦了 冬九咬牙坚持着 当打完最后一道题目时 冬九顿时眼前一黑 接着就摔在了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冬九醒了过来 医生说冬九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了 当时生命垂危 差一点就救不回来了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死你逃生了 此时此刻 冬九的内心无比平静 因为自己活下来了 只要活着就好 然而没多久 噩耗就传来了 医生在看完冬九的检查报告后 诊断出冬九得了癌症 与此同时 冬九的考试成绩也出来了 他顺利通过了五级公务员的考试 不过讽刺的是 冬九要接受癌症化疗 所以无法去面试 虽然看来治疗非常痛苦 但冬九并没有就此放弃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 冬九为了活着 不断的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力 一年过后 奇迹再次发生 冬九居然痊愈了 他通过自己的力量 打败了病魔 回想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 冬九感觉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 不过在经历这一连串的事件后 冬九终于了解到 自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的人 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 无级公务员的两轮考试 自己都能轻松通过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办不到的呢 以前那个难度的我已经死了 此时此刻我已经蜕变成了全新的自我 虽然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要怎么过 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只要下定决心 我就可以用这双手做到任何事情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必要马上去做了吧 一切都明白后 冬九一头钻进了网吧 痛快地玩起了游戏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小幽漫画下次再见